这次本座便要成为江南省的武林盟主 这里是私人庄园 各位请回吧 放肆 我乃无量宗主座下大弟子 给你半天时间 把这座山庄给我腾空 我师尊要来此落脚 抱歉 我家主人不会答应你们的要求 你说什么 老子宰了你 是啊 师父不让得普通人多少 混蛋 你跟我怎么着 刚才怎么回事 是谁在吵闹 回楚大师 是几个自称无量宗弟子的人 想要霸占您的山庄 被我赶走了 无量宗宗主 前日倒是听过此人的名号 确实有几分门事 看来这次的大会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楚大师 洪老大专程安排我们送您去会场 一切准备就绪 请上车 有了二位了 鄙视是怎么安排的 上午有几场 白天没有鄙视 楚大师 您有所不知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事端 白天只有普通人的表演赛 修行者的较量 只会在晚间的邮轮上进行 原来如此 仙门未开 现在还是普通人当道的时代 楚大师 酒店给您准备好了 我们还有事 就不打扰您了 多谢 楚义 雷三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和几个老同学来附近旅游 哟 这不是楚义吗 毕竟 想不到他现在居然和富二代王帅在一起了 是你们呀 当年叱咤风云的楚大帅哥 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嘛 就是 我当年真是瞎了眼 怎么能看上他 好了好了 大家难得遇到 别搞得那么僵 请我高兴 请你们吃大餐 王哥大气 楚大帅哥 要不要一起呀 这套 好熟悉 那我就不客气了 来来来 大家敞开了吃 咱们这些老同学 能聚在一起不容易啊 王哥 我敬你一杯 味道挺不错啊 诶 楚义 你们江城学院的工资应该不少吧 三千 这么低 那你能买得起房吗 我有房啊 就在附近 附近 你就别吹牛了 你知道这个去房价多高吗 就是 大家都是同学 买不起房 也不用吹牛啊 有些房 不是用钱就能买到的 好一个用钱买不到 楚大帅哥 那敢为你的房在哪啊 哈哈哈哈 前龙山庄 你喝大了吧 前龙山庄也敢拿来吹 穷不是你的错 有穷有庄 就是你的不对了 这群家伙 就是故意给楚兄弟难堪 都怪我不该带你来这儿 受他们嘲讽 咱们走吧 没关系 我不在意 毕竟是一群凡夫俗子而已 宝贝 看上什么随便跳 我买单 老公 你真好 好 又一个联赢无成的好汉 偶尔看一下普通人打擂台 还挺有意思的 普通人 这些人都是专业的格斗选手 哪里普通了 脚不虚浮 出拳无力 也就马马虎虎吧 这 你是等王吧 我老公 可是得过奖的专业拳手 他都没说话 你倒装上了 对啊 王哥不是练过吗 上去溜两手呗 我上去就有点欺负人了 老公 人家想看吗 你快上去给某些人瞧瞧 什么叫专业 唉 既然如此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怎么样 这才是真正的实力 王哥好帅 老公你真棒 我要给你生猴子 唉 不仅家里有矿 连身手都这么好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哪 别妄自菲薄呀兄弟 密话一定会比他混得好 呵呵 那就成你吉言了 还有人要跟我比比吗 我来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嗯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诸 就连斗雀公的孤舞巅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咯 我们不想让我还是吃 我自己觉得 是 我对自己的热血 也没错了 我自己的热血 我对自己的热血 没错了 我自己的热血 尽量的热血 所以我做得到 我对自己的热血 就是与他自己的热血 最多热血 手刀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北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